HELLO 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副老師 歡迎來到我的UNITY課程 我們今天要解決掉一個BUG 這BUG是什麼呢? 其實有一個同學發現了 而且他真的是膽大悉心 發現BUG竟然敢跟我講 當然發現BUG本來就要跟老師講 因為是我做的 但其實我本來就知道這BUG是什麼 所以我們在今天把它解掉 這BUG我要示範囉 這BUG就是你會黏在牆上 怎麼說呢?好看好 我要往這牆飛過去 1 2 3 跳 叮咚 好 我現在就非常黏在上面了 你說哇這太驚人太美妙了 為什麼會發生這個事情呢? 好 那我先解說一下好了 等一下要先休息 來 這個原因是因為 我們在給予移動的時候 我們在移動的時候 是算出一個Planner VAC 然後跳起來就把它鎖死 所以你在空中的時候 你會一直嘗試去 給予你的鋼體那個方向的移動速度 給它Velocity 所以呢 即使它想要停下來 掉下來 你也硬把這個輸出繼續寫上去 讓它繼續往前飛 如此一來就形成非常大的正向力 導致你摩擦力超大 你掉不下來 這是一個摩擦力的問題 你說欸老師那怎麼講呢? 你不信的話這樣子 我等一下給你 另外 教你設置摩擦力的方式 我把摩擦力調到0 你就會看到它掉下來了 那怎麼做呢? 看這 具體的摩擦力 每一個碰撞器上都可以給予一個摩擦力材質 在這邊 如果你不給的話 它就會是預設的材質 那麼在這裡 預設材質怎麼設呢? 看這邊 在Edit Project Setting的Physics選項底下 這裡有Default Material 就是預設的材質 我們現在造一個摩擦力材質來滿足它 好 我們在Azic跟目錄點選右鍵點選Create 選擇Physic Material 千萬不要選擇Material 是Physic Material 物理的這個材質 那麼這個Material我叫它Friction 1 摩擦力為1 然後呢 我們來解釋一下它的參數 前兩個是 第一個是進摩擦 第一個是動摩擦 Dynamic Friction 第二個是進摩擦 Static Friction 什麼是進摩擦 什麼動摩擦 看初衷課本就有了 那我解說一下 動摩擦就是你在移動的過程中 你所受到的摩擦力 會是你的重量乘上 你的接面的動摩擦系數 所以在這裡 你重量越快 你得到的動摩擦系數 你的重量越大 得到的摩擦力會越大 那麼進摩擦系數也是一樣 它是在你靜止的時候 你所受到的摩擦力 應該會等於你的重量乘上你的進摩擦系數 但是聽起來公司是一樣的 那事實上當下的摩擦力是不同的 動摩擦系數就是總是always那麼大 你只要一動起來 你動摩擦力就是那麼大 可是進摩擦其實是最大進摩擦力的意思 最大進摩擦力 所以說在這裡 進摩擦它真正在初衷物理課本裡面寫的是最大進摩擦 而動摩擦就是always就叫動摩擦 是這樣的意思 好 那麼如果我們是Fish1的話 我們就把這兩個摩擦系數都收到滿檔 那麼它就是超級摩擦 超級粗糙的一個物理介面 好 那麼在底下 bounceness就是彈性的意思 彈性的意思 那麼在整個黑文遊戲裡面 我們不打算讓任何物質可以彈東西 所以整個遊戲裡面所有的物質 bounceness都是零 好 那麼在接下來 Fish1 combine 就是當你這個物質跟別人接觸的時候 你要怎麼樣去運算 那目前是平均運算 取平均運算 那bounceness combine的意思是說 當你這個物質跟別人接觸的時候 你要怎麼運算 我們現在也是用平均運算 好 所以這是Fish1 我們再做一次提升熟練度 點選create 點選physic material 這一次我們要造的叫做 Fish1 0 0摩擦 這樣的一個材質 好 點選fish1 0 我們來設置它 進動摩擦通通是0 然後呢 bounceness當然是0 然後呢 Fish1 combine Fish1 combine 請幫我選 multiply 乘算 0乘上任何值 答案是多少 當然還是0 所以在這裡呢 它有絕對的優勢 選multiply 跟選minimum 在這邊是一樣的意思 只是一個是線性的運算 一個是非線性的運算 差別不大 maximum 就是最大值 那也是非線性運算 所以在這邊選minimum 跟multiply 都可以啦 可是呢 bounceness就不用改它 就average就可以了 好 那這是0 這一組的設置 現在呢 我們設置edit project setting 選擇physics 我們把這個 摩擦力1 這一組呢 當成我們的 預設材質 這樣我們就不用一個一個 collider去射它的material 你會lase 好 那麼現在呢 我們來試試看 我們現在站上這個 斜坡 那因為斜坡是斜的 它原則上應該會掉下來 現在動 現在 近摩擦夠大 所以呢 我們把這個斜坡 轉一下 欸 轉到這樣還掉不下來 厲害吧 特技吧 欸 開始掉了 開始緩緩的掉 但是這麼斜 才如此的緩慢 這也是奇蹟啦 還是很緩慢 對不對 這是因為你現在的fusion1 如果你好死不死 你把它抽換 你把這個膠囊體 抽換成fusion0 來我抽換給你看 叮咚 它就滑下來 它加速滑下來 所以 你現在是fusion0 你就滑下來 好 呃 所以呢 如果我們把整個遊戲 預設的physic material 射成這種光滑 的材質 會發生什麼情形呢 好 我們就跑上去 停在這邊 我還沒動 它自己就要滑下來了 我還沒有動 它自己就嘗試要滑下來了 那更何況說我現在準備去整它一下 我現在準備旋轉它 來我旋轉一下 這樣就掉得更快 那麼它就慢慢滑下來 好 這樣明白意思嗎 所以呢 我們最終的想法是這個樣子 預設的 呃 平常預設的 缺省的這個摩擦係數值 你給fusion1 然後呢 跳起來的時候 這個人一旦跳到空中 你就給它fusion0 這是我的想法 OK Let's do it 那為了要動態的抽換 我的想法是 層次碼寫在AterController裡面 所以我應該從外面灌進來 那兩個摩擦材質 那灌進來之前呢 我想先做修正一下 來這邊先這樣 所有private的serial 先把它取消 這邊剛才應該有 serialized field 這個通通把它取消掉 private 我之前是會偷看一下 就會上serialized field 把它通通砍掉 我不要砍 那我們在這邊呢 我們新增一個header 呃 什麼header呢 12345 123 12345 好 那中間打上它的名稱 我們這一段叫做 Friction setting OK 那麼在底下呢 我們曝露出去一個變量 它是Physics material類型的 它叫做Friction 1 它另外底下還有一個呢 也是Physics material 它叫Friction 0 好 如果覺得黑的不漂亮 我們在前面再打個space 打個10點的space 我想這些東西 我們之前在互相傷害的課程 都教過了嘛 對不對 好 那麼回來之後 它就排版的非常漂亮 就 就長這個樣子 那我們就把Friction 1跟Friction 0 揮進去 不要揮煩了 那麼如此以來 我們就可以在程式碼裡面 透過程式碼去切換當下的材質 切換Capsule Collider的材質 好了 為了要切換Capsule Collider 所以我們也要取得它 所以我們宣告一個Private sorry Capsule Collider 叫Call 好 那我們在Awake階段就取得Call Call 或等於Get Components AndT啦 單數沒有附輸 Capsule Collider 好 那麼取得之後 我們就可以找時間點 去切換Call底下的Material 因為Col底下有一個叫做Col.Material的東西 直接切換掉它就可以了 那我的想法是 進Ground跟出Ground的時候來切換它 我現在攔截OnGroundEnter 但是沒有OnGroundExit 所以呢 我回來先把它接出來 我選擇我的GroundState 但是我光State 然後幫它補一個FSM Exit 然後具體宣告它的名稱叫 OnGroundExit 這老招了啦 到這邊應該都非常熟 應該很會用這些東西 對吧 那麼我們來這邊 Public sorry Public Void OnGroundExit 好 我們就有一個對稱的了 那麼在這裡呢 我們把Call的Material 把它切換成Fission 進來之後 設成Fission 1 好 那麼離開的時候呢 OnGroundExit的時候 設成Fission 0 那麼這樣就解決掉我們的問題了 我們看一下喔 我們爬坡上去 把這個坡轉一下 轉到超高 有點慢慢掉下來 我看一下他現在綁的是誰 Fission 1 喔他自己是1啊 但他的對手 這個太高了也沒有辦法 好 那麼在這裡 我們把Fission 1的算法 用成Maximin好了 Dynamic Vision 來上去 他是不是可以設置超越0的值 所以看來最大值不是1 OK 那這樣子 難怪 可是你現在超越1 你現在跑步會很痛苦 你是掉不下來沒錯 可是 在其他時間點上 你也是一籌莫展 無可奈何 爬不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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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Fission 1 我們還是設成1 那注意一下遊戲裡面 波度不要太大就可以了 好 所以現在呢 我們來試試看 從側邊撞上去喔 從這裡撞上去 跳 竟然還是浮空的狀態 我看看我現在是什麼 Fission 0 怎麼會這樣 欸 Minimum Average 怎麼會這種情形呢 看一下喔 對啊 Fission 0 難道要換成成算嗎 Multiply 對 等一下喔 對 我是Fission 0 那麼這些東西呢 這個綁Fission 1上去 預設材質可能不要設成5萬 來這邊 射成Average 對啦 射成Average 我們剛才不應該把Fission 1的Fission Combine 射成Messimum 因為相撞的時候 一個人要拉最大值 一個人要拉最小值 還是僵持不下 所以Fission 1的Fission Combine 還是要射成Average 所以剛才那邊沒有 呃 被我臨時亂改掉 不好意思喔 好 我們現在再朝這個牆壁跳上去 按J 跳上去 它就會掉下來 所以要解決掉剛才那個問題 那麼 如果有人要測的話 你要注意一件事情 如果你想放一些牆壁去測的話 你千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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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注意一個問題 就是 我們關卡裡面的 地面 要補上一個Layer 叫做Ground Layer 好 在這裡 如果你新加了一個地形要測試 其實你 千萬千萬一定要做 把它的Layer切到Ground 不然我的OnGround Sensor 不能作用 好 現在我切到Ground之後 再往上跳 欸 往上跳過去 它撞牆之後就會掉下來 非常好 這就是我要的事情 那如果我從這裡往那邊跳過去 欸 這太難跳了 等一下喔 你就是你 過來 你過來一下 在這邊 好 我們現在來跳上這個台子試試看 跳上這個台子試試看 所以我們從這裡 跳過去 欸 可以 我可以站上台子了 媽媽我在這裡 有看到嗎 媽媽 我在這裡喔 再掉下來 咻呼 掉下來了 好 那為什麼沒有翻滾 是因為速度沒到 速度沒到就不會翻滾 我們之前是速度到了才會翻滾 對不對 跳起來多一步才會翻滾 是這樣的意思 好 那我想我們今天就修到這個bug 那 另外有一個同學 他是這樣做 他在Vlasti這邊 他是直接用班移位置的方法去做 那他就不會碰到這個問題 但是他 隨之來的問題也會出現 所以如果 呃 在這裡我建議大家都跟我維持一樣的 一樣的寫法 讓我們課程可以繼續下去喔 好不好 好 那請大家先修掉這個bug 用動態抽換material方式 修掉這個bug 好 那我是傅老師 感謝你的收看 下次見 拜拜